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分享一道泰国美食 泰国加鲤鸡 准备的材料呢 就有这些500ml的椰酱 这个是泰国加鲤酱的做法 咖喱粉 切好的Potato 大葱 鸡 现在呢 倒入我们的这个椰酱 250ml 不要倒完哦 先倒一半 过后呢将我们的辣椒 泰国辣椒酱 放下去 做法呢我 会放一个 在那一边啦 简单不了 只是将所有的东西捶一捶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 加鲤酱 或者加鲤粉 下去搅拌一下它 开中火慢慢煮一煮 煮到它冒泡泡这样就可以了 一旦冒泡泡呢 它就会出油 好 过后我们就放入我们的这个土豆 Potato下去 跟着我们的鸡肉 好 搅拌搅拌一下它 给它的那个 盐酱完完全全的包住我们的鸡肉 好 好了过后呢就再将250ml的椰酱通通倒下去 然后来调一调味道 我取用椰糖 放下去大概2茶匙 爱甜的呢可以加多 鱼露2茶匙 如果不够咸到时才来加 盖上它煮一煮20分钟 好20分钟过去了 现在才放我们的大葱头下去 大葱头呢会让我们的家里更香 这个步骤呢 这个步骤呢就可以尝尝 是一四桃的味道了 不够甜不够咸才加这些味道 好 煮啊过去了20分钟 中共我们用的时间呢 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好搅拌搅拌一下它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要配饭或者配面包制呢 一级棒 试试看哦这个食譜 好